你不要以为你是解空第一 你是无争第一 你是佛陀的大弟子 人家供养你 一点功德都没有 你不是福田 这句话是在讲什么 不要自认为自己是福田 不要自认为自己值得人家供养 你供养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我们是不是常常说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拜托 你凭什么接受人家供养 他有什么功德 他第一个最大的没有智慧 就不晓得你没有功德 不晓得你一点功德都没有 他来供养你 所以这个没有智慧 所以这边当然不是说 我们也不要把它衍生过度 不要把它衍生过度 那衍生过度就从此我不供养 你如果不供养 真的永远没有功德 无所求的 比如说我现在供养你 我是基于供养生 我供养三宝 而供养你 那你这个就是如实的想法 反过来讲 我如果因为你 我觉得你修得不错 所以我来供养你 这一念已经不纯净 已经不纯净 你已经用分别心 然后二方面又会着供得像 因为你修得好 所以我供养你福报比较大 对不对 只有贪心在里面 所以很多东西你解释过头以后 常常就不对了 念头转了太多以后就不对了 那我们刚刚讲说 佛法生 它是很清楚的吧 穿这件衣服就是生 我管你有没有修 我是供养生 我绝对没有错 错不错在你 你献出家人的像 然后在家人的习气 还是那么重 是非一大堆 那你接受这个供养 它有功德 你有过失 你接受它的供养 它有功德 你有过失 这个所以到最后呢 对还是不对 还是来自于自我的绝照 我们要随时绝照自己 有没有弄对了 不要看到人来就想 哇 这个供养又来了 必知为恐不及 你凭什么接受人家供养 就这个理念 就这个理念 所以它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 出离脱波 这是佛制定下来的一种规矩 那么在那时候有脱波的方式 我出去脱波 尽我的本分 所以尽我的本分 哪来什么福田不福田 你只是做你该做的 哪有什么伟大的 所以一样的 我们如果真正要修行 其实不要着功德下 更不要修出一点点境界 就以为自己有什么功德 你不晓得你做梦是梦吗 你不晓得人家对你很恭敬 是基于人家对三宝的恭敬吗 所以你只要在思维里面 去如理思维 慢慢就会远离这些不对的状况 那我们还是讲刚刚的 就是行所当行 直所当直 你心里面想供养 你就供养 因为起了这一念善念 要把它变成善行 否则变成只是一个空念 虽然维摩杰连虚佛提 都要教训他 意思也就是说 不要把自己看得已经修得很好 接受人家供养理所当然 而且人家供养你 他就有福报 不要有这种想法 他有没有福报 他自己在决定 不是你在决定 我刚刚已经打过比喻 他觉得供养出家人是供养三宝 他正是正见 他做了正行 他当然有功德 但是这样的人他会执着吗 没有 他没有执着 他只是心里面很自然任运出一个善念 我想供养 就这样而已 那这个善念它就会变成善性循环 如是因如是果 因是善 原是善 果当然也是善 所以 这个就是真正的真理 不是为什么代价 所以一个人伟大 一个人有正念 是很任运 不是计较 我这样 比较好 比较不好 那如果是那样 当然还是世俗的智慧 叫世智变中 我们现在当然都要 不要去做 因为我们的福报也有限 生命也有限 不要随便浪费我们的福报跟生命 不要为了要得一些功德 把可以把这些时间用到很好的上面去 为了求功德都去做那些 其实意义不大的 那就没有 不值得 就不值得 好 那么 接着下去更离辅了 他供养你的 他会剁三恶道 这点得很严重 为什么这样 其实回过头来讲 他存着要得到福报的想法 这个人就已经犯了贪的 三毒 就贪的毒 那贪毒就恶鬼道 贪功德也是贪毒 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一定要不住相 和行布施 就金刚经里面讲的 不要有那个功德相 我心里面很想做这件事 我觉得做这件事好棒 很有意义 那你就去做了 不要什么功德 其实我们现在很明显 比如说有些人就 供养三宝好 供养三宝好 所以就对三宝的出手很大方 然后对孤儿孕呢 对这些三餐都不记的人 供养这些人没有什么福报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 那供养三宝没有功德 你供养这些 马上是善行 因为他在痛苦中 因为你的布施 他就离开痛苦 真的是拔苦以乐 这功德比供养三宝还大 所以很多东西 就是说你如果用你的佛性 用你的绝照 其实你都晓得 该做什么才对 有些比如说慈善团体 那个财务其实已经大得不得了 但我们锦上天花 而且还去那边还要排队 看谁捐的比较大 然后摸你一下 看你一下 送你一下 其实这些当然也很有意义 但是说实在的 这意义太小 你想一想 你捐个一百万 给你一个名 你如果把这个一百万 去孤儿院 去什么 养一票人 这是可能以后的总统 可能以后的行政院长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我们 事实里面 那种价值观在看 但是 你是被你的自信 引导得多 还是随顺世间的价值 引导得多 我们真的要不断地呼唤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本具的佛性 所以你的直觉 你的第一念 常常就是最正确的 经过推敲 经过检测 出来就世俗观 就太现实了 就太功利主义了 常常就又否定了你 本来那一念正确的想法 所以这个修行 保持绝照 就慢慢可以把那个意识 看破 慢慢回来你本具的佛性 所起的作用 尊重那个 那个修起来 会让你很愉悦 不是计较过以后才做的 我就是这时候想做什么 我觉得做它很棒 我就做了 做完以后 心安理得 而且当下就已经享受了那一份 随心所益 但是心是清净心 是如来掌 我们现在任性的随心所益 当然不行 那是随顺你的习气 所以这里面要小心 所以在这里面也就是说 这两句加起来 其实是要讲说 能所还有所失误 其实都不可得 没有一个能接受人家供养的 也没有一个能供养的 也没有供养的内容 那这个说起来 讲是这样讲 事实上 一定要有能供养的 要有所供养的 要有供养的东西 那供养这件事情 才能够圆满 那意思也就是 三个只要少掉一个 你都做不成 所以这件事情 能做成 是因为三个合合而成 能失所失 还有失误 好 这里面呢 谁是主角 没有 我要不失 但我没有东西不失 你怎么不失 这三个通通的主角 那意思也就是 谁都不能决定 谁都能决定 这个就在讲元启 元启呢 虽然每一个都没有自信 但少一个都不行 少一个都不行 所以我们这样就 又能够做 然后又不会执着 有些人做一点点好事 就一直在那边强调 你看我做得多好 你看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我做 一定不会这么完美 这种人很多 这种人很多 随时都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当然你看中自己是好事 但是如果真以为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就不行了 那你真的是很愚痴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世界是不是在运转 你出生了以后 世界还是这样运转 你死了以后 世界一样这样运转 你到底重要在哪里 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是这样子吗 我们一出生 爸爸妈妈满心欢喜 我们懂事的 好朋友都玩得很愉悦 我出社会的 把我该做的事都做得很好 上下都称赞你 那你的生命不是不断地在发光发热吗 所以不是否定 也不是执着 就这里面我们随时保持绝照 行所当行 直所当直 就这样子而已 请不吝点赞我